洞野湖位於北海道的西南部 是洞野火山口內的湖泊 洞野湖是日本面積第九大的湖泊 湖的南岸有洞野湖溫泉 有珠山和昭和新山等觀光景點 是北海道重要的觀光地區 這一集沙子在旅行就要帶大家前往洞野湖 欣賞絕美的湖光山色 還要參加一年一度的洞野湖花火大會 開箱洞野觀光溫泉飯店 欣賞精緻的煙火表演 準備好了嗎? 那麼我們就出發吧! 好,現在是晚上的9點07分 我們現在人在洞野湖觀光酒店 那待會我們就進去裡面 跟各位朋友介紹裡面的房型 然後現在我們要趕快過去看煙火 豆芽湖夏季花火大會是全日本最大型的花火大會 从每年的4月底到10月底 每个晚上都会有450发的烟火 释放在湖面天空 东野湖的烟火是由船只行驶到湖面中央释放的 且会移动 让湖的周边都能欣赏到这绚丽的烟火 是夏季来到东野湖的必访活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哇 好美喔 哇 好漂亮喔 好 现在这里就是洞野湖 然后呢我们来参加这个8点每天的8点45分到9点5分呢 有这个花火大会 那洞野湖的这个花火大会呢 是在每年的4月到10月中旬呢 每天都会定时呢 这个释放烟火 吸引非常多的游客来这边参观 好 这个洞野湖观光温泉酒店啊 它的这个单人房呢 跟双人房其实格局喔 你看都 其实都差不多 那我现在介绍呢 是我今天晚上入住的单人房 其实它就是一个榻榻米握铺的一个概念喔 它只是插呢 这个在这边 它铺的是一人的一人份的这个棉被跟床铺而已 然后呢 后面这边就如同这个镜头呈现的 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榻榻米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然后窗户外面呢 就可以看到洞野湖的这个花火表演 合适房行李的衣柜中提供合适浴袍 让入住的房客可以置大宗池泡温泉 干净整齐的浴巾摆设 洗手台提供日本在地品牌的洗手乳与乳液 毛巾与擦手巾都贴心经过高温沙菌 给入住房客安心使用 备品还有另外提供除菌洗手乳 浴室里的免制马桶简单容易操作的操控版面 另外也提供塑胶皮托 前面的开关呢是这种比较现代化的 然后到盒室里面哦 你看连它的电灯开关也做这种很传统的 很传统的这个电源开关 来看一下它的厕所 厕所就是这样子 简简单单的 然后里面呢 基本上这边是一个可以让你泡温泉的地方 然后也是免制马桶 然后两罐这个 这个沐浴乳跟西方乳 到台湾的地方 然后就能修复一下 去到台湾隔壁 走到台湾隔壁 走到台湾隔壁 都马上有点 走到台湾隔壁 有点要不然 其实是在台湾隔壁 您就可以欣賞到洞野湖非常漂亮的景致 這個是雪魚子 就是一顆一顆的雪魚暖 然後吃起來偏鹹 湖中央最大的島嶼名為中島 面積4.85平方公里 中島在昭和35年時居住有兩戶6人 但現在已經沒有人居住了 在距近約11萬年前 洞野湖發生了大規模的火山噴發 形成了洞野火山口 搭乘JR特輯從雜黃車站到洞野車站 大約110分鐘 之後再轉搭到南巴士約20分鐘 就可以抵達洞野湖溫泉了 洞野湖附近最著名的溫泉泡腳池 就是洞龍之湯 洞野湖的吉祥物就是洞龍 因此就將這個溫泉命名為洞龍之湯 這座溫泉是免費的 可以讓遊客們一邊泡腳 一邊欣賞絕美的洞野湖與煙火表演 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 洞野湖阿珠山 然後這個中間這個就是 上面還有這個博物館耶 看到的這個中島大島還有博物館 而且標高是454公尺 在我身後這一艘呢 昨天晚上看到這個亮亮會發亮的 這個遊湖欣賞煙湖的這個觀光船 洞野湖遊覽船是洞野湖熱門的旅遊設施之一 夏天時可以搭船登中島 晚上可以在船上欣賞洞野湖花火大會 洞野湖展望台 好我們到了這裡是洞野湖展望台 哇這邊可以像這個洞野湖阿 一覽無遺耶 整個view好漂亮喔 所以這裡是可以搭乘直升機喔 上去呢欣賞洞野湖的漂亮的風景的地方